和大家分享一個TREAT TREAT上有兩個截圖 我先打開截圖 主要是講西方媒體如何說 中國處理新冠病毒的情況 已經有部分東西 用銀光色、黃色做了一些符號 我們由他的第一幅講起 他就說 And the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is simply not equipped to care for millions of people saken by the virus 中國的醫療系統簡單地 不足以應對數以百萬計的人 因為病毒而受到感染 絕對對 所以中國才要走動態清零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人多 如果真是被病毒在市民之間流動 真是好像他說 隨時出現過百萬病者 中國醫療系統是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之內 突然間騰出過百萬張床 出來應付這班人 所以說得對 接著他將它間線 當然他有話要說 我先看他的間線說什麼 這是第二幅 這個圖 All this seem like an enormous success 看來好像非常成功 比起美國的反應 美國又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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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成功 他說出美國已經超過86萬人死亡 每日多2千多人 這是在說兩天前的報道 可能再不止 所以今天 美國已經是89萬8千多人死亡 所以天天一定是過90萬 今天美國那邊的死亡人數 是超過3千人 所以他沒有說錯 真的 美國搞得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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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後面要加多一句 But it may very well be the future Chinese is facing 這個將來可能中國需要面對 就像美國這樣搞到 死幾十萬人 每日有幾千人死亡 It's pursuit of zero COVID will prove to be a huge mistake 他說中國動態清零 將會被證明是一個巨大的創誤 可能是災害 災難性都未定 不過我肯定的原因就是 現在災難已經在某些地方發生著 在美國發生著 死亡90萬人 不算是災難 不知是甚麼 在這裡他繼續 下一段他就說 Other country can provide road map that China can put into action 其他國家可以提供一個路線圖 中國可以現在 哪些國家呢 丹麥 德國 一些其他歐洲國家 包括澳洲 不是吧 澳洲 澳洲剛剛過了每日 我們二千多萬人的國家 每日新增超過十萬個確診 搞了幾天 不是吧 我們現在死亡未能去到最高 現在我們兩個大個州 西蘭威爾斯和維多利亞 每日都在說三十人 二十多三十人死亡 不是一個簡單事件 千萬不要學澳洲 他說可以有 strong immunity 有強的免疫力 我們這裡打針就打扮了九十八以上 打針多了吧 一樣不敢寫人 They use effective vaccines 哈哈 這樣叫effective 仍然每日都弄了十萬人出來 那當然不是effective Make smarter decision about when and where to impose lockdowns 曾幾何事 我們真是做到這件事 2021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點點 立刻禁止 結果可以把確診數目和死亡數目 控制住 但是一度打到超過90% 就什麼禁止都沒有了 搞出馬上見十萬個確診 現在死亡數目開始上升 我不覺得這個值得學 真的不值得學 但是沒有啊 你們這些西方媒體 經常想哄中國 轉好像他們那樣蠢 本來這是一個天災 讓他們搞到一個人禍 中國才會這樣蠢 好像你們這樣變成人禍 我看看他在這裡說什麼 這位 看照片就好像是一個女士 Boba 踩單車的 Cyclist 似乎是韓國的 他說 Is healthcare system is not equipped 他說中國的醫療系統 不是準備好 他跟著答 Bitch 即是狗婆 They were building hospital overnight While New York City was taking digits for its deaths 中國當時在建醫院 衛救的人 不是一晚搞定 十幾晚 但是在紐約市那邊 你們在挖地方 用來埋屍體 Messy and chaotic 這個形容美國 U.S. response is certainly a way to describe A genocide of poor people 美國的反應 可以作為一個描述 一個對窮人的種族滅絕 或者對那些殘殺人士 With disability 或者加上一些 underlying conditions 或者一些不好的健康情況 And elder side 殺死老人家 是一個滅絕 他說得對 另一句 Make smarter decision when and where to impose lockdown 這個人 嗯 這個作者去了哪裡呢 Where have the office been 上海 Shanghai designated just a bubble tea shop as a medium risk zone 上海只將一間泡泡茶的店 變成中度危險 好多bubble 中國是很聰明的選擇 不是你們才能做得到 跟著 這個 But doesn't China have high vaccination rate 中國是不是有很高的接進率 And if and when most people will catch Omicron It should be mostly mild And they can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 to protect the vulnerable 當他們惹到歐美窮 應該就很輕鬆 他們可以保護一些 可能比較弱勢群術 有人說 其實下面一個答他 And China is working on developing better therapy 中國現在正在做更好的醫療過程 The fact is China has discussed a roadmap for a while now And continues to work to prepare for an eventual reopening 其實中國已經開始做這一步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媒體完全妄顧事實 將這些東西可以扭曲 但美國無法否認 這次疫情真的可以說是全世界對應最差的國家 這是最差的國家 但是中國成功 然後他就說 不過遲些中國會像美國那樣 不要那麼固定 未必的 中國可能找到一條路出來 由頭到尾 我們將天災控制最小 而不會像你們那樣變成人禍 這個我們拭目以待 我相信 在整個病毒過程完結之後 中國的死亡人數 會是他們的零點零零幾 當然有 中國在武漢那段時間死了幾千人 我們很痛心 但是我們記住 2021年 剛剛過了那一年 中國死於這個病毒的只有兩個人 兩個 多不多 你自己說 兩個 這就證明了中國成功 將來如何 起碼目前不像你們那樣變成災難 將來一定有好的辦法 不用為中國擔心 他們擔心定 沒有辦法 目前不理會 將來還要說一個假設中國會怎樣 中國不用你擔心 你估好自己的事